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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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声学实验室 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现代化声学实验室 达到先进水平 这是销声室 上下四周装有波里斯吸收声音的间批 声音在这里会被墙面吸收99% 并设有封闭结构 并设有封闭结构 与外界完全割声 声学专家马大尤教授 提出和设计了挂线销声式 六面墙壁 三面能完全反射声波 另外三面又能吸收99%的声波 研究人员用自动化试验装置 试验声音的特性 和测试各种声学设备 这是混响式 悬挂着扩散声能的扩散体 使声音分布均匀 混响式的墙壁 天花板地板 都有良好的声波反射能力 在这里发出一个声音 可以延续20秒钟之久 它用来测验建筑材料的 吸收声音的性能 和测验语言 激起噪声的特性 声学实验室的建立 为我国声学研究工作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连环画作者王书辉 有四十多年的绘画历史 他的工笔画很出名 刘继有的作品 很受群众的欢迎 现在他正在创作新的题材 朝阳沟 他画的穷棒子扭转乾坤 被评为绘画一等奖 解放后 连环画工作者 积极反映现实斗争 为广大群众 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受到读者的喜爱 中国美术家协会 于1963年12月27日 举行全国连环画 创作评奖受奖大会 文化部副部长胡玉芝 勉励连环画工作者 争取新的更大的成绩 全国文联副主席杨汉生 向获奖者受奖 绘画一等奖获得者 刘继有 韩和平 赵鸿本 王书辉 脚本一等奖获得者 江维普 费生福等领奖 费生福等领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